秒开有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's World。明天的篮网客场挑战76人,可能是今年常规在,最后一场春晚级别的对决了,看点很明显有两个,西蒙斯,重返费城,以及哈登,对阵老冬家。当然,西蒙斯和哈登的区别是,哈登可以上场打球,西蒙斯,只能在场下,为队友加油。 被交易到篮网之后,西蒙斯,因为被伤,一直没出战,据说三月份,有可能付出。尽管不能打,但西蒙斯,还是选择面对76人的球迷,而没有选择逃避,这一点,值得点赞。那时说,我不认为,他会天真道,以为他不会得到一些虚声,我希望他去享受这一切。 所有人都知道,西蒙斯重返费城,会受到什么样的欢迎,西蒙斯至于费城球迷,豪比特雷扬,至于尼克斯球迷,两个地方的球迷,都喜欢在他两名字前面,加个绰号。 据费城记者报道,本场比赛76人赌场的安保水平,将会提升日记后赛级别,原因包括,名人出席,和媒体特别关注的,西蒙斯回到费城,也是原因之一。 我翻了翻76人,前队友和主教练,对于西蒙斯回到费城的评价,基本没有欢迎的,最多也只是为他感到开心。 毕竟,西蒙斯,属于抛弃华队的人,队友心里,肯定有间隙。 杜兰特说,西蒙斯一年赚四千万,我认为,他绝对能在那样的环境下,任休几个小时,我确定,他没问题。西蒙斯,确实可以堵住。